好 看到陳水扁禁食的第四天呢 剛好今天是陳志忠 黃瑞進入住高雄的第五天 那麼現在在高雄呢 也出現了綠營支持者所組成的這個護衛隊 就在他們家豪宅的對面 而且人數還越來越多 甚至很兇喔 要阻擋媒體拍攝啊 還威脅說你攝影機給他拿下來啊 還罵人 甚至還恐嚇說要把你轉播車放火燒光光 警方說他們已經觸犯到了恐嚇以及妨害自由罪 陳曲的第四天支持者仗著人多 圍在採訪記者旁邊 不但不讓記者拍攝還出言露罵 你表演一個 你表演一個 你 我沒有錯 你沒有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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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錯你就知道了 我們兩個在做歌 好不好 我如果沒有你 我們兩個在做歌 我們兩個在做歌 都不懂我 你旁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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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邊 我們旁邊 我們旁邊 你旁邊 旁邊 旁邊 他們要求媒體把攝影機拿開 不從就用身體擋住鏡頭 或者拿著抱持把機器蓋住 媒體記者沒有加以理會 但是群眾越來越靠近記者坐視威脅 你是哪一台的 你是誰出馬 你是哪一台的 我也可以拿東西出來拍啊 其實媒體所在之處是人行道屬於公共區域 採訪車或轉播車也都依規定 停在停車格內 並沒有接近人為首喜 警方指出這群人的行為已經觸犯了恐嚇 和妨害自有罪 媒體採訪陳之中夫婦中規中矩 也沒有超越範圍 警方也希望群眾能夠理性看待 中間新聞劉起文 陳韻羅 翁成文 高雄報導